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哥本哈根的营养食品专门店 在冬天,各种人芯制品被其他商品都畅销 种类甚至多达几十种,在没有出产人芯的丹麦 为什么他们一到冬天,就这么喜爱食用人芯呢? 那是因为他们相信人芯能够预防感冒这些疾病 特别是受到抵抗力教育的小童和老人欢迎 在丹麦兴起食用人芯的风潮并不是偶然的 在丹麦大学医院工作的医学博士 四年来致力于人芯根对于细菌感染所具有的药效研究 并且在2002年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 将引发癌症的绿龙菌置入老鼠的身体之后 等其中一组的老鼠食用人芯,另一组就等它自然发展 结果发现,为食人芯的老鼠体内的绿龙菌感染情况 明显低过没有食用人芯的老鼠 博士又指出,虽然人芯不能消灭细菌或者病毒 但由于可以提升免疫力,所以可以抑制癌症的扩散 博士解释了它的结构 同时指出人芯能有道免疫细胞 生成称为白细胞介素12的蛋白质 既然提升免疫力,并且抑制疾病发生 这个研究结果,在美国微生物协会世界学会中发表之后 已经受到全世界的触目 人芯能够提升免疫力的研究报告发表之后 预防感冒的各种人芯制品,随即受到广大欢迎 开始吃人芯之后 连她经常感冒的丈夫都变得相当健康 他们都相信这些是人芯所带来的福气 日本的气循环系统博士都针对了两万多名的患者 进行过人芯对于感冒功效的调查研究 感冒的时候,体温超过37.5度就是发烧 兼且有头云、木圆等精神症状 又有流鼻涕、吸收、多痰等等呼吸系统症状 医学上的感冒就是具有上述两种以上症状的疾病 经过了两年的研究 他们发现服用人心的人患感冒的机率明显下降 人心对于提升免疫力的实验结果发表到之后 人心在美国都开始受到欢迎 在纽约的某一间酒吧里面 客人喝的是独特的人心鸡味酒 在酒吧的酒柜中央出现了韩国特有的大尊庄人心酒 而人心酒就成为了鸡味酒的主要原料 倒出适量的人心酒再加上客人喜爱的威士忌 就成为人心鸡味酒 由于威士忌强烈的气味可以除去人心的苦味 所以这种鸡味酒相当受到美国人欢迎的 蔬菜旁边淋上用人心汁调味料的人心沙拉都相当好 美国人认为人心是非常健康 兼低热量的食物 所以特别受到女性欢迎 20世纪对人类最具威胁性的疾病就是癌症 虽然陆续开发了很多治疗癌症的药物 但全球的癌症死亡率依然无法下降 现在请一起来看一下在2001年OECD 就是世界经济开发机构所发表的各个癌症死亡率 位于欧洲的英国每10万人之中平均死亡率是183名 属于比较高的比率 美国的平均癌症死亡率是169名 超越了心脏血管疾病成为死亡的头号杀手 澳洲的平均癌症死亡率和美国的相近大约为161名 而韩国的情况都相当类似 每10万人就有165人因为癌症死亡 癌症自1983年开始经过了20多年 仍然占据着韩国人民死亡率的第一位 根据英国IARC世界癌症研究所的调查发现 每年全球约摸有600万人因为癌症去世 占全球死亡率的百分之十二 其中患慢性癌症之后 就算进行撤除肿瘤手术 都很有可能再度复发 而最近人心具有能够提升手术后 癌症治疗效果功能的研究结果一出 立刻受到全世界人士的触目 人心里面最具代表性的成分做草菌 能够提高癌症病患者的免疫力 进一步防止癌症再度复发 进行肿瘤切除手术之后 复发的几率依然相当高 每日服用蜂蜜人心的崔先生 今年已经高龄79岁 自从15年前接受肿瘤切除手术之后 他就养成了服用人心的习惯 癌治疗由于有副作用而无法吃东西 令金先生的体重足足减轻了12公斤 这个时候人心製品为金先生提供了相当多的营养 人心真的好像崔先生所相信一样 能够抑制癌症的复发 高丽医院的徐教授正在进行人心 和抑制癌症复发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验 在今年5月接受肿瘤切除手术的洪小姐进行了胃内窥镜 结果相片显示 白色的部分就是肿瘤 二种瘤经已进入第三期 连淋巴腺都受到感染 虽然切除胃囊的手术相当成功 但是因为复发率高 他必须接受抗癌治疗 抗癌治疗是将能够杀死癌细胞的药物 出入血液里进行全身治疗 但是这种药物都会攻击正常的细胞 带来免疫力下降等等的各种副作用 更多的情况 更加强烈的症状 因为肌瘤的症状 会减少和感染症状 患者的症状 会减少的感染症状 会减少的感染症状 那么人心里面提高免疫力 并且防止癌症复发的成分 究竟又是什么呢 人心里面含有称为造草菌的造素 这种造草菌和杜卷花或者花生等植物根部 里面含有的造素不同 它是一种具有弱效的造素种类 那么在这么多的成分当中 防止癌症复发的成分又是什么呢 韩国正进行针对造草菌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 和与防癌症复发有关的造草菌一共有三种 分别是有道癌细胞自杀的RG3 和RG5 以及能够直接杀死癌细胞的微量RH2 是在练乱的成分 成分 成分 是有機能的重症 是有关性的 红性的 对于是有关性的 亦是萬病通知的地方有利的用語 相當部份是動物試鑑和培養的試鑑 通過測試鑑證 首爾大學的徐教授 目前正針對人心裏的造草菌RG3 治療皮膚癌的藥效進行實體實驗 首先,他將皮膚癌的細胞植入老鼠體內令他發病 再將RG3塗在皮膚上面 然後在RG3上再塗滿癌細胞促進製TPA 另一組的老鼠就只在皮膚上塗了TPA 24個星期之後,竟然出現驚人的結果 塗了RG3的老鼠身上的腫瘤 明顯少於未塗的老鼠 皮膚癌發病的老鼠數量都是這樣 即是RG3成功地抑制了癌症腫瘤的生長 媽媽 經過三年持續服飾人心之後 身體狀態有了驚人的改善 她是因為她妹妹突然去世而開始吃人心的 她妹妹患了子宮頸癌 不幸在手術之後的抗癌治療中死亡 之後為了預防自己患癌症而開始持續服飾人心 她相信人心能夠守護自己的健康 最近針對人心業內含有的有效成分的研究相當熱門 經濟大學的新教授就成功地把人心業內 裡面含有豐富的非造草菌的多糖體分離之後抽取出來 她是一種能夠鎮定體內燥熱加速生理機能的酸性多糖體 而多糖體一般被認為是具有免疫功效 我們身體的病毒 一個大糖體的病毒 我們身體在核酸性上的病毒 我們身體的各種生產生理者 我們身體的病毒 我們身體能感染病毒 我們身體的核酸性 我們身體的防禦 我們身體的防禦 我們身體內部的病毒 也有病毒 我們身體的病毒 高丽医院的田教授正努力研究人心叶多糖体对于免疫系统的影响 他们将老鼠照射了放射线之后令到它的免疫力减缓 接着就将多糖体植入老鼠体内 由于多糖体一份子过大没有办法直接吸收 所以必须经由注射直接放入血管里面 最后他们得到所有免疫细胞持续增加的经营结果 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境界病毒的免疫CD4T细胞 比较未注射多糖体的老鼠较多 而直接破坏病毒的CD8T细胞更加多了14倍 无论是破坏癌细胞的NK细胞 或是免疫系统中枢的T细胞 都明显比未注射多糖体的老鼠较多 很明显人心里面含有很多种能够抑制癌症恶化的成分 但是目前依旧停留在细胞或是动物实验阶段 对于人体是不是都有相同功效 还是有待研究 所以为了利用科学 来验证人心对于人体的功用 专家正尝试以人类为对象 来做临床实验 여러 항암제들은 여러 가지 식물에서 추출된 것들이 많습니다 또한 인삼에 항암 효과를 지닌 그런 성분들이 많이 포함되는 것도 믿어 의심치 않습니다 오랫동안 우리가 인삼을 장기 복용해 오지 않았습니까 그걸 보면 특히 인삼이 암 치유 효과뿐만 아니라 암 예방 효과가 있을 것을 시사하고 있습니다 따라서 이러한 암치료 효과 또는 암 예방 효과에 대해서 적절한 임상시험으로 효과가 있는지 없는지를 증명할 필요로